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团体赛里面最后决战当中的出奇兵 能够去胜 是 因为在小组里面 我们也跟大家警示 就是说小组不管是输赢 都是可以出现的 所以当时印尼队应该可以说 还有他们的打算 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场球 双方都已经派出最强的阵容 对 中国选手的南丹是林丹队 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陶飞客 世界非常优秀的选手 是雅典奥会的男单冠军 女单中国是派出了张宁 对印度尼西亚的哈利 其他的两对男双或女双的阵容没有变 现在我们看看 我们双打比赛已经开始了 印度尼西亚的也是 女选手在往前呢 在拨球的时候 没有过 那么今天这场洪装相信是一场非常势均力敌的一场比赛 那么张军跟高林在实力上面可以说还是非常强的 大家也比较了解 张军主要在这个后场的进攻 威胁还是相当大 那么高林在前半场的这个前场的封网和他场上的一些组织 为张军创造进攻 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对组合 那么另外有很多人在讲张军跟高林可以说是中国队里一队可以说是福将 所以今天我们看这队福将能否在第一场的比赛当中给我们中国队团体赛能够起一个好头 我们把这些张军和高林连续在中国进攻 第四拍是突然变重后 能倾放往前 而且陷入的落点上 有明显的变化 那么开局可以说双方都打得非常的积极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交代了 这场球是最后一场总决赛了 那么可以说第一场球呢 又对整个队的这个势气呢 会特别的起来印度的作用 大家看到女选手是印度尼西亚的维希尔男印度人的是诺瓦 诺瓦呢也是印度尼西亚的非常优秀的一位混双的选手 而且他呢和利纳希尔一起呢这个配合 应该说在混双当中既有世界的水平 那么刚才因为张军的发球 出现了短球 我们现在2比0高林第二发球 这球对方呢是打了中国队的后场控装 好球 中国队还是靠稳定的防守 稳住阵脚以后反手了一波 刚刚是用正手插实线 中国队开局之后呢还是打的非常的主动 就像刚才印度尼西亚队在这次整个的这个球的几个来回当中啊 先是非常主动 但他们没把握住 而且把张军调到了往前 把高军呢是把高林是拉到后场 其实混双的比赛当中 那么也要看谁的球路 能够就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尽量能够把男的调到前面来 把女的选手呢 如果能够调到后场去 那么是这样的一队组合呢 那么威胁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小 因为毕竟女选手在后面的杀球呢 威胁会比较小 好 现在发球的全然一年多吧 跳起来 准备防守 哎呀 这说可惜了 我们也看到印尼队的这位女选手 床手还是相当的不错 那么像刚才张军的几拍中杀 那么对方还是打得比较巧妙 现在发球的是印尼厦的这个男艺女女 诺瓦 维迪安错 现阶段中国队的队队组合 还是积极争取主动 那么最重要还是张军 那么发挥他的这个后场 杀伤力的进攻 这个球我们看到张军呢 就是有点犹豫 再加上呢 一直在 我们这队灯刚还是有点不适应 虽然是已经打了几天的比赛了 那么灯光可能 所以有时候正好球呢 是在东方向 刚才是印尼厦队的 南印尼诺瓦在接发球以后呢 攻直线球出了底线 现在是印尼厦队夺回了发球权 现在他们是2比3落后一分 我们介绍了这场比赛 印尼厦队的这个 从混双的组合来看呢 和第一场小队下里面 从中央相遇的时候的人员上 已经进行了变化 这队的选手实力更强 印尼队的防守确实还是非常的顽强 这球当军的看得非常好 现在是 印尼厦队准备第二发球 那么中国队夺回了发球权 开局双方的比分 角的还是相当紧 目前是3比2 中国队暂时领先一分 江灵通过自己在往前的优势 那么虽然对方是回放 那么高灵还是回放一个比较高质量的球 现在中国队领先2分 现在中国队确实有点可惜 我不看他一直在重复 就是说这个球 因为本身是非常主动的一个球 现在中国队第二发球 那么印尼队这位女选手 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 这球稍稍偏了一点 现在是印尼厦队夺回了发球权 现在他们在第一比赛里面是2比4落后 开局那么双方的比分 确实是要得比较紧 那么而且让我们拿分 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个印尼厦队呢 曾经在这个1989年第一届 苏帝曼碑的 总和长级紧张萨里面夺冠 当时是本土核战 但有电视地理人和 但是从那以后呢 从第二届到第八届 他们呢已经是连续16年 与苏宾曼碑冠奖碑无援 中国队呢 则是在这项比赛里面四次夺冠 而中国和印尼厦队 在这项赛事里面呢 历史上一共是交锋过7次 中国队是5胜2负 包括在这次比赛 小比赛里的中国队 曾经5比0赛赛了印尼厦队 当军的揭发球 那么质量不好 我们通过曼金塔也看到 那么印尼队的纳西尔呢 这个球还是分得比较及时 高龄呢 在出一些这个小球当中呢 还是出现一些失误 而且这个失误 似乎看来呢 对方的压力并不是很大 说明现在中国的这队 很双组合呢 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感觉 没有完全进入比赛的状态 我想这个比赛 事关整个这场决赛啊 两队的走势 会至关重要 所以双方都难免会有一些紧张啊 通常团体赛的第一场球呢 就是给人家一个感觉 起一个好投 一个好的投 开了以后 那整个队的士气呢 反正会比较旺 会比较顺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双方印度人员 其实都打得比较谨慎 比如说 打得一开始上来 就打得很开 这是一个比较 强规的做法 现在中国队是五比四领先一分 实际上从印度尼亚地来看呢 他的 在整体五个项目的实力当中呢 他男选手还具有 从中国抗衡的本钱 但是呢 印度尼亚地女选手 相对来讲呢 实力比较弱 那么在女单和女双当中 印度尼亚地都很难抱冷门取胜 那么这场混合双打 实际上呢 也成了印度尼亚地 在这场团体赛的决赛当中 能否战胜中国队的最最关键的一场球 如果这场比赛 印度尼亚地能够获胜的话 那么他们在接下来的第二盘 就是男子单打比赛里面 雅典奥运会的金牌得主 陶飞克 迎战林丹 心理上就会有更大的这种优势 相反如果 手盘混双 印度尼亚地输了的话 恐怕陶飞克也会带来一定压力 而且 印度尼亚地还必须在 男子双打和男子单打的这个比赛里面 全部取胜 并寄希望于呢 在接下来的这个 两个女子项目 就是女双和女单当中呢 在抱一个冷门 而女单来讲 几乎是不可能 寄希望于女双 对 所以从这点来讲 可见对她 也就是双方的手盘混双比赛 对印度尼亚地来讲 就显得更为重要 确实这场混双比赛 除了对印度尼西亚 那么对中国队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头 说高龙在前半场的封网 还是相当出色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混双 和高华石双打 这个配合 像张冰在后方的这个进攻 也可以说他的进攻 也为高龙创造在往前的封网 那么如果是说 高龙的封网不好了 那么就会失去一些机会 所以一对好的组合 那么要怎样去搭配 而且使用这个充分 发挥自己的这个优点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球 刚才高龙的发球 成功的骗过了 印尼队的女拳手 说这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经验的马云人员 但是现在我们也听到场上的观众 在发出一些就是虚 虚声那么当然 我们主要是印尼队的这位女拳手 好像男的 他们在示意这个裁判 就是说 中国队的发球有点措施 嗯 球出界还是相当多 球没有能够发过 现在印尼队得到了发球权 印尼队得到了发球权 印尼队来印尼诺瓦发球 这球呢 高龙处理的非常好 本来高龙处理这个球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重放慢动作来看一下 这球已经滚网了 高龙呢 非常漂亮的把球救起来 对方呢 在回球的时候 反而是思想准备不锁 而且在往前显然是怕错往 没敢打 确实刚才对方 就打了一个运气球 那么一般来说 场地脚这样这样的球是很难接的 嗯 那么高龙刚才 呃 也可以说 用他自己的 再往前的 这个技术 好像勾了一个相当高质量的一个对角 总部队的防守 挑起来 那么还是 挑给女儿 高龙强王 当军 后场的进攻 张军对方呢 是进攻当中啊 第一番这个打男运力员 第二番呢 还是打男运力员 但稍稍一点线路变化 恐怕这个包括运动民下队的 这队拳手都以为张军在这一排进攻当中会改变一些方向 但实际上呢 这个体育比赛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呢 他 看上去呢 就是一定要 让对手啊 摸不透你的规律 在比赛里面要有这种灵活的变化 那么 虽然看上去女拳手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薄弱点 但是这个时候的天天我就连续打你这个男运力员 打着男运力员出气主意 总结不实 那么张军的刹球确实是独虎生风 就是用他的这种刹球的这个愤能 那么 另外一个刚才 中国队在比分相持的情况下 目前呢可以说把比分渐渐的拉远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形式 哎 这球可惜了 对 这个球 高林判断上面 对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进攻来讲 思路是非常好的 哎 这个球 正好是 打在线 打在线上了 现在 敌分呢 仍然是9比5 中国队领先4分 这是中国同 印度尼西亚队的 决赛的第一盘 男女 混合双打比赛 这球杀的有点勉强 因为本身张军这个击球点已经是比较厚了 比较低 再再看上我们就说他杀过的球特别高 所以对方回过来球呢 我讲高林也没办法去封这个球 因为变成对方是一个反击的球 所以说对张军这个医生员来说 就是要多掌握一些技术 为什么在后场不只是说 是有杀球 那么我觉得还可以通过一些过渡 来吊球 减杀 低杀 这些球呢 来调动 来创造这么好的机械 有时候你可能让对方多移动 那么在移动当中 那么可能他防守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张军呢是来自苏州 高林呢是来自武汉 两人在一起 也太多年是悉尼和雅典奥运会 两家奥运会的 我和张大金牌的 两人年龄呢是差两岁 高林是26 现在高林在往前 反拍回球球没有过 伊尼队的这个 纳西尔 他在防守的时候 有时候的反击过来球 还是相当有威胁 所以这就 对于张军呢 就有点要求了 那么不只是说杀球要重 尽量就杀球能够往下 杀球能够尖一点 那对方的话 他要反击的也不容易 这实际上对于张军的杀球来讲 他的这个攻球的击球点啊 位置很关键 因为球的这个弱点很关键 尽量要深一些 就靠近球网 这样对方回球 只能把球刺下往上打 反过来如果球弧度较高 对方也可以顺势反击 对 那么张军杀球呢 刚才说的是狐狐生风 但是我看他的脾气呢 还有一点牛脾气 因为你看 他就是要杀死对方 对方好像你看 刚才连续的进攻 对方虽然一直在拼拼的挑 他就是要杀死了 就是要剩了这口气 而且呢我想观众也特别喜欢的 因为观众一直在喊杀 其实像这种球吧 对于观众来讲呢 看大力的这个杀球非常解气 但对于那人来讲呢 实际上有的时候呢 消耗自己体能啊 如果能够在比赛里面 多动动脑筋 能够打卡灵活一些 有不同的变化 以巧特间金 同时要结合这个重力的杀球 这样呢 可以说取胜是真正的靠智谋 效果可能会好一点 你可以用最少的力 能够得到最大的效果 这是当军呢 在后场移动当中的 这个围球质量不高 回这个往前球 被你连直接呢 往前把这扑锁 因为从半径头来看 高林在挡这个网的时候呢 正好被纳西尔斯封住了 这个球 相对来说 对张军来去救这个球 就会比较难 所以女选手在前面 现在我们就 渐渐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 这个女选手在场上的一些作用 如果你球回的不好的话 那就很被动 而且会出现这个失误 如果你质量过去好的话 那么反过来 你就会控制场上的局势 那么会回到很 这时候进攻击水 这个印度尼西亚的 这对双打组合呢 我们介绍 他也是具有这个世界水平的 经常在一些这个 四星级和五星级赛事里面呢 打进决赛 夺冠 从女选手来看呢 很年轻 而且他往前的感觉非常好 好球 跳起来 相当精彩 这球对于 当地来讲就是 下球的这个直击和弱点非常好 对方而且重心呢 这向后是更在向后退 看一下同方办能做 从这个球我们看就双方都有进攻的威胁 而防守呢 可以说都相当不错 除了高林我们知道他的防守 变化也比较多 那么印尼队的这位女选手呢 变化也相当多 而且就是 反击的意识也比较强 那么我们从画面才看到印尼队的那些校园 也在场下为印尼队的加油 对于印尼队来讲呢 他们也是非常渴望能够夺得苏比曼杯的冠军奖杯 我们介绍了 因为实际上苏比曼杯是以这个前印尼队下这个女鞋 主席的名字命名的 第一阵比赛就在印尼队下开始 那么从首届夺冠之后到现在印尼队下来 16年了 与这个苏比的冠军奖杯无缘 所以他们这次呢 在赛前不被人们看好的情况下 却在比赛里面有出色发挥 并且呢 特别是在半截赛里面 能够出印尿的 以3比0就战胜了 丹麦队 这样进入的 最后的局赛 这是非常难够的机会 很可惜 那么张鸡刚才其实还是救了一个比较险 险阔 那么当然刚才两个人站位呢 就是有点偏后 现在是印尼下的这类选手 只落后1分9比10 现在是他们的 比分呢 还落后1分 丹麦队现在是第二发球 好的 漂亮 好的 这球从高龄啊 从高龄第一篇接发球就开始赢得主动 而且呢 中国就步步紧逼 一直掌握主动权 因为现在比分打到了这个 10比9 中国的还领先1分 这个发球权一定要夺回来 而且接下来呢 中国就要把握住 这时候如果不迅速把比分拉开的话 一旦让对方赶上的话 那对于印度尼西亚来讲 这个势切处又会上 那么 那么其实我 在 就是呢 印度尼西亚在修技调整的时候 那么 我希望就是 张军跟高龄呢 能够在防守方面 能够再加强他们的一些实力 因为我们现在看 这个印度尼西亚队的 这个体型 就是说 他们 会有一些 打法 可以向于就是 手中反攻 所以这种 他可以让他的体力 能够维持得久一点 因为像张军 我觉得目前就是说 他的消耗会比较大 因为他一直是 用一种强攻的方式 这武器当中 肯定会给他 带来很大的 这个体力上的消耗 如果对手呢 就是说 防守比较差的话 那么张军还比较容易 因为可能有一两派 如果能够打死对方的话 那这个效果就不一样 那么在对方如果 防守比较好的情况下 那么连续的强攻 相信对他来说是 体力消耗会比较大 从张军来看呢 因为他目前的状态啊 还远不如去年 压连奥运会 压运奥运会之后 也是有些伤病 那么在这次 苏维之前呢 他也是经过了 不断的恢复之后 才又和高龙一起合作 而且中国队呢 在小酒菜里面 连续的用这一队混双 实际上我们打到 今天这个 打到今天这一步 才更清楚的了解到 中国教练组的意图 他们要把这个张军和高龙队队的状态 完全调整出来 因为今天那个一鸣下队 这队双打 混双的组合呢 要比他们那个 林培雷和泰帝的实力要强 而且这队混双 目前处在世界第六的位置 对于张军高龄来讲呢 这场比赛要取胜的话 你必将要几乎 经过一份激战 现在双方比分战成实评了 所以刚才在强调的就是说 张军跟高龄防守方面还是要加强 因为现阶段 英尼队就是 张军不容易杀死他 那么对方在反击的时候呢 那么东方队会有一些 事情队在他们会比较 朗朗宇这个队间有些失误 他这个球呢 是戒内 手插起来 张军是反拍出现失误 这个球其实也往前的并不难处理 平常从这个 在半截赛里边 中国队从韩国队交锋的时候呢 张军高龄这队混双组合 也是很简单的取胜来看呢 目前中国队这队混双的这个状态啊 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点 但中国队之所以能够 要一直在启用这个张军和高龄 还是想利用这个 特别是张军那种进攻的士气啊 能够带动起全队 你是对老英年那种默契和自信程度 还有信心 好的 中国队 川军在往前抓住机会 将球开始 那么由于第一局的比分 可以说是相当紧张 那么我们也听到场上的观众 可以说也 这个场上的这个气氛 也非常的热烈 尤其中国队的 每胜一个球 那么对全场的观众 都在加油部长 当然我也想 趁这个机会提议一下 就是说 我们想做一个 文明的观众吧 那么当然对方如果有什么 这个球是虽然发在了界内 但裁判事宜这球是发球过手了 累利 对 那么裁判的手势呢 是发球应该是过手 所以刚才我在接这个话题 就是谈到这个做一个文明观的 就是说不应该发出那种 古道长的对 不能古贺彩 喝倒彩 而且就是有次比如说 其他国家在发球 就发出那种虚拳 我想这是一种 影响军队员正常发挥的一种现象 对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这种 积极的给女人来鼓掌加油 来表达观众的这种心理 同时不能够在场上虚声啊 喝倒彩啊 制造一些微妙的这种气氛 因为我想呃 当然每个人都有种希望自己国家的球员胜 这是这是一个人之场景 但我觉得胜的话要让人家胜得呃心里舒服 对 好 我们来看看 这球其实印度尼夏对啊 在往前是很主动 而且这个男选手 莫瓦的这个位置 把握的也不错 大家看 很好的机会 他这个球也标准很要求很高 向向下呀 有点削的意思啊 使这个球呢 尽量贴网 但是要求太高 就冒着太大的风险 其实这个球呢 他点也很好 意识也到了 那么他看到中国队的两位选战位比较厚 那么他想 放一个往前 那个要求是 确实是高了一点 好 现在英文家里的选手 在比赛里面 我们看到他们的速度已经提起来了 呃 这对选手从米云内来看的 往前的这个意识都不错 他们实际上和 张军高龄呢 呃 有过两次交通 双方各胜过一次 可以说 虽然在世界排名上 张军高龄原来是世界第一 现在呢 因为张军参加比赛少呢 呃 排在世界第二 他们是处在 各往相当英文下这类选手 排在世界第六 但应该说 双方实际上 互相之间打起比赛来啊 这旗鼓相当 特别今天比赛 对于 呃 中国和英文下两队来讲 又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盘 将左右整个 这场决赛的走势 所以 临场发挥 包括怎么样来处理 呃 赛场方面的这种 带给英文的压力 这都是很没妙 很关键的 哎呀 这球推的太高了 很可惜 刚才其实 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么中国队也没有 这个没有能够抓住 另外一方面 也没有看到 印尼队的这个防守 确实不准 我目前印尼队呢 可以说打的比较 聪明 球路比较清晰 那么中国队有点乱 好球 再往前 我们看的高龄 还是演技手快 这个锋芒非常漂亮 我们注意到这个 印尼队下的 南印尼队诺瓦 他在比赛里边 这种连续 后场 乐器 像张军士这种 大力杀球很少 这个南印尼队打球 也很动脑筋 很动脑筋 女印尼队 纳希尔在比赛里面 也是一个往前 非常好 靠技巧来赢球的 那么为什么 大家说 印尼队的 在场上 比较 球的比较清晰 因为就是两个人 防守的目的 球能够 分得比较开 而且这个 反击的历史也比较强 那么相反 中国队呢 就有时候会比较 勉强 一方面就可能会 有一些勉强的进攻 有时候会 勉强的进攻 所以这个 不管是的话 像这来说 印尼队会比较轻松一点 现在 在张军 正手准备 车进往短球的时候呢 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 往前就没有放好 这样印尼亚队 已经是拿到了 第一季的局点 14比12 现在对方啊 是专门和中国队 造起了这个 弧度非常平 非常低的小球 这也是连续的杀球 这样他们 15比12 是在第一局比赛里边 后来居上 反败为胜 他们呢 是先拿下了第一局 现在印尼夏略 在这场 苏笔曼碑的混合 团体体标赛的 最后决设当中呢 在首团比赛里面 先拿一局 实际上张军跟高龄自从在这次小组赛第二场开始以后 每场比赛应该说打得都比较艰苦 对对对 因为一方面对手越来越强 一方面刚才老婆从场上也看到张军跟高龄 也像在低级的表现 那么开局虽然双方都摇得比较紧 那么过后呢是有一段比分的拉开 那么最主要就是张军他们强攻的意识虽然是很强 但是体积上面会消耗比较大 所以在后半战的时候 加上英联队的这个防守比较好 然后呢出来的球呢 反击了让中国队这队组合像张军高龄史 尤其像张军这个防守呢 往往会对他在场上这个表现会有一定的障碍 尤其有些失误 这样让对方赢得了这个第一局的胜利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实际上在这个小组赛 中国队和易农一下队第一次交锋的时候呢 张军高龄在第一局也是输给了易农下队的另外一队混双拳手 林佩雷和泰帝 随后他们是15比8和15比2 连班两局最后反败为胜 那么在那场比赛结束以后啊 中国队总双的这个教练陈军东就特别提到的 中国队在这个战术打法上 还是存在了一些问题啊 我们等一会利用空隙再给大家介绍 现在看这场比赛 那么第二局我想对中国队来说难度可能会更大一点 一方面 刚才我们也交代 张军在第一局呢已经消耗了比较大 这是一个大家都看到的 再一个呢 运营队的这一股防守呢 常常不错 所以这个对张军来说呢 加大了这个 更加加了这点加大的这个难度 所以第一个 所以中国队呢 就是要打弯运营队的这个节奏 不能让他们那么顺 尤其他们防守那么舒服的时候 我觉得要把这个节奏要打弯 那可以让多一些 就是让对方跑动 像张军可以多做一些过渡球 或者说每一个球都要去散 而且去强攻 所以这样 我想可能会好一点 其实从那个双方第一比赛来看啊 张军也还是存在着 在前面几场比赛里面 所出现过的一些不足之处吧 就是说在进攻当中 还是一味的这种重杀呀 比较多 而灵活改变战术的打法 相对来讲 不足 有的时候呢 球杀的比较勉强 这个回球质量就不高 这样给对方反击也提供了机会 是的 一门下的这队选手啊 一生啊 在张军杀球的时候 他们回球第一幅度比较平 而且这几个球都是注意了落点的变化 而且注意回往前 这球实际上呢 这个女运动员 她的意识还是非常好的 但球能没有过 所以 像印尼队这队组合 这个防守因为 质量可以说 过去的质量会比较好 那么反击的时候呢 就比较容易 感觉到印度尼下这队混双 比起他们在小组赛 从中国队上台那队混双啊 这队混双在移动上 速发更快 而且往前这个意识啊 控球的能力要更好更强 我想这个你讲的是 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一队呢 要比上一次那队防守 要好得多 对 就这样无形当中 就给张军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因为张军本身就是靠这个 静东来得分的 那么今天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说他并不像 前面积攒那么容易了 实际上从那个 竞技体来看呢 要登上冠军 给满排一年 有许多的 恶障要打 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有很多障碍 而且有很多障碍 包括具体到没场比赛 并不是说那么一帆风顺 那这就很明显 就直接把对方能够打乱 位置不能给他太顺 在前几天转播当中 你一直特别提到 作为这个回球 如果我现在暂时不能够 进攻的话 至少我回去要让你感觉到 很别扭 让你感觉到呢 打起来的很不舒服 这样给你多次的进攻 现在双方比分是1比1 之后中奥 中队现在是得了一分2比1 2比1 中队的领先 那么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就通过 发球 那么提高自己的质量 那么一开始能够 通过这个高质量的发球 来控制场上的这个局势 哎呦这球 机会球 老大中央的防守不错 反手围攻 哎呀 这球实际上高零 为什么没有打过 他在移动当中这球 出手击球这个点 已经不好了 看一下慢进去 球开始是向下落 这个球有点勉强 所以说他的步法呢 还没有传到最好的那些位置 现在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里面呢 是领先2分 3比1 这个接球我们可以看到 运动员他第一判断号 而且呢 还有假动作 而且张军在后边 按说视线不应该被挡住 但这个球反应上 张军还是慢了 因为这个球呢 是碰到网 因为碰到网以后 球的那个运行阶段 它就变了 变化了 对 那么中国队还是通过多拍以后 那么阻止了 对方的得分 那么我们虽然看到 这个球呢 我们是 就张军在高林 是阻止了 但是消耗来说 还是比较大 对 因为 印尼队友 刚才我在讲 就是他们 因为藏着自己的防守 就在 打的时候呢 他有时候不是特别勉强 他能够进攻就进攻 他如果这个位置不好 他就可以 把球挑起 那么这样他们在跑动上面 和体力消耗上面呢 会比较舒服 好 现在中国队呢 是 夺回了发球权 比分呢 还是3比1 杀球 这个球是很重 但是呢 就是因为 是太高了 就直接是杀出了底线 对 很好的机会 可惜了 那现在中国队 第二发球 与猫球双大比赛呢 当得到发球权以后 每一方呢 都有两个发球 如果第一发球 不能得分的话 还可以有第二发球 把这球对方 女运动员 纳希尔在处理上呢 还是有假动作 正好是 骗过了 往前的高林 那么在揭发球的时候 那么也要注意一些变化 那么像刚才 运动队这位 纳希尔呢 那么就是 他轻轻打了一个半场 因为这个半场球呢 其实是非常难度非常大的 为什么 这样讲 因为这种球呢 第一个呢 容易过了前面的运动员 那么当过了前面运动员的时候呢 后面的运动员呢 往往在起动方面 肯定会慢了一点 所以这种球呢 只能说作为一个被动 可能会挑起来 或者来再做一个挡对角啊 或者再挡一个半场 那么无形当中呢 可能就会失去了一个主动控制的权力 对方这个发球呢 非常短 没有能够进入接发球区 这位队 球 打出了 界外 对 现在是2比3 对方呢 将比分差距 缩小为1分 这些还是 非常大的 好球 好的 我觉得现在呢 中国队 在整个打垮上啊 显得 和第一局相比呢 要显得沉稳一些了 所以不是一味的去 非要靠进攻来 太太盲目了 那么现在还是比较有 因为本身他们就是一队 可以说是非常 熟悉的 对啊 而且参加那么多的大赛 也会有很多经验 再说就是说 也经常有出现 第一局输 后面两局赢的 这种情形 对 所以我想他们 会很快的分析 刚才的一些情况 那么现在应该 用什么方式来 高层一年会在比赛里面啊 进行调整 而且羽毛球比赛呢 和其他的一名项目 有一个明显不同的就是 在比赛里面 比如某一方 在第一局 胜得干净利落 但是交换场地之后呢 突然就找不到状态 而另一番呢 会连班两局取勝 但这个情况 在羽毛球比赛里面 比其他的球尾上呢 要明显多很多 因为羽毛球在比赛当中 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变数 包括像 刚才你说的 第一局赢了 那么可能下面两局输了 还有一些 在大比方上领先很多 那么被对方改变 反而也输了 嗯 这种变数还是相当多 经常发生 那么现前现阶段 那么高龄还是通过自己 的 比较高质量的发球 那么 顺利的把比赛 你看这个球 中国队 作为将军来讲 打的就比较耐心了 可以这么说 这个时候不盲目出拍 一旦出拍的时候呢 我就有机会 不能一拍 置你于死地 至少我呢 能够打你个半死 让你回球质量不高 接下来呢 我再寻找机会 将你彻底杀掉 其实打就是要 让自己 刚才就讲 用最少的力 那么 能够得到更 最多的 最大的这个 效果 现在比分是 7比2 中国队呢 是第二发球 高龄 高龄这个女选手呢 她的特点就是 往前的意识非常好 而且防守也很出色 很聪明 将军还是后场的 连续进攻 目前形势对中国队 还是非常有力 8比2 还有两个发球 8比2应该是第二发球 这球我想对于高龄来讲 是非常提示气的一球 因为她呢 在三分之二以后的这个场地 重力杀球 大家看杀直线 没有接起来的呢 恰恰是对方的男女女 对 可以说一般来说 男女女可能他没有想到 高龄会杀这个一个直线 他可能会认为 可能杀中路 或者杀女孩子 然后高龄跟进 这个位置就轮换过来 那么结果刚刚 高龄呢 就做了一个杀直线的 就是打对方 一个出去不易 对对对 错手不易 这个球对方在后场 我们看到女艺人员 处理的非常好 在后场好像是要回一个 高眼球 突然的一个假动作啊 非常逼根 但接触这一叉 手腕呢 突然的改变了手型 一个简历 放往前 现在一门下的一对 红双选手 有多不差就前 第一局 他们是15分 第二局 他们是2比9 过后7分 高龄在接杀 就是防守的时候 打网还是相当不错 虽然就是说 他不能够抽 但是他在打网的时候呢 这些方面质量还可以 在一个打网目的 还是很明确 那就是想 能跟进 能够为将军 撞到进攻机会 印度一下 这个选手防守啊 看到 很基本功很大 很耐心 一拍一拍 他们还是守住了 并且得分 3比9 那么我们从曼尼 上看到 印尼队这位选手 划到网以后 马上就 封住 高龄这个球 一方面就是说 他后往的意识比较强 另外一个呢 我想他对 高龄的打法 已经有一点熟悉了 他们在抓 这个高龄的球路 所以这一点 我在想 就是印度颜在场上 就是要 野民守快 一方面的 就是说 要抓对方的这个球路 一方面的 就要看 对方在 有什么样的习惯性 现在 现在 印尼亚的也是第二发球 南印尼亚 诺瓦发球 好球 如果张军有这样的调球 那么经常的可以使用 我想 可能会 对他的进攻 会有好处 对 因为这个调球调的 可以说非常的贴网 那么这无情调的 就会让对方 好动的面积增加 那么对方如果再推回去 防守的话 最少可以说 他是在 运行当中 当然是 张军的拳法 就会比较 心急 现在中国队都会发球选 女拳手 印尼亚的女拳手 回球球没有过 10比3 中国队 零千七分 形势非常好 如果在 再拿俩两分 我想对方 在心理上面 已经会放弃 这也在场上 就是要回去抓分 那么 在看到的好的形象 应该 趁趁追击 让彻底的 让对方 后面这个 反败维持的 这个进攻 这球实际上 对于 印尼亚南运连来讲 还是犯了一个 比较大的错误 他整个 这球位置 并不太难接 关键的 还是他的重心 在右侧 而没在自己的反手 还是说明 这个张军在进攻当中 现在注意了 弱点和节奏的变化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重力杀球 虽然力量很大 速度很快 但节奏上 就非常明显 容易被地方 也找到规律 球 继续 搞到 我觉得 在第二季开始之后 张军 已经是非常注意 选择杀球的时机了 这样对于他来讲 既可以节省体能 不浪费弹药 同时又可以 对症下药 对 打得非常巧 而且现在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比起第一局来讲 确实是非常的明显 现在第二局看起来 一方面到现在 我想 目前张军的概率 就非常顺 那么印尼队呢 我想在心理上呢 已经 不像 我们的比较 那么接近的时候 那么想要 就是整体这样的速度呢 已经开始放慢 所以这个对张军跟官来说 是非常好的形势 所以应该抓紧时间 那么 能够结束这一局的比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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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可惜了 那么刚才虽然说 张军如果有这么好的调球 就能够对他也好 可是呢 就是说 因为他在 调球这方面的技术呢 其实都不特别 娴熟 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失误 实际上就包括张军这样的 这个奥运会的 这个金牌选手啊 在季度上也需要 有一些 在提高的 地方 就比如特别您提到 我们也注意到 实际上张军在比赛里面 他用后场的杀球呢 非常正正于心 非常提士气 但是呢 相比较来讲呢 似乎 在一种 轻与动的结合上 在这个灵活方面来讲呢 才 有提高的 空间 就是要 多增加一点 有威胁的吧 就是说 我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 说他进攻有威胁 有杀伤力 但是就是 你能不能有多一点的 有好的往前呢 还有好的防守啊 很可惜 那么刚才张军 跟高林 都是有很好的 一个得分机会 大家看这个球 实际上 一能一下 对这选手 打得很聪明啊 在往前呢 一直守的位置非常好 而且 他们得分 就像赵蒋华老师所介绍的 好像不像 中国选手那么吃力 就是落点呢 技巧上来讲 这球被动了 双方互有攻守 那么门幻交换的 互相的进攻中防守 现在是5比12 我想现在 最后对着张军跟高林 应该做一个调整 虽然大的比分是领先 但是感觉上又有点乱 而且有些好的机会呢 又没有能够抓得住 所以应该是做一个调整 那么高林还是 做出了一个换球的选择 这也是一个调剂的一个方式 小达这球 中国队是打的这方的后场空档 这个男一女员啊 整个步伐没有跟上 眼睁睁的看这个球 落到了自己的后场 他还以为他真的同伴 会帮他封住这个球 中国队也打一打 这个控制落点 好的 我觉得张军跟高林 如果要是自己 挺心想 就是如果我们打落点 控制的话 就是也和对方来拼 不出现好的机会 我不去动杀 这种指导思想的话 其实我们从控除能力 各方面来讲呢 只比对方强 不比对方强 对方的特点就是 防守多拍能力 比较强 但是他对方的攻击力 实际上远不过 但往往就是因为对方 在手的过程 去反击的时候呢 因为反 在进攻 再去转 转手的时候呢 容易出乱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 对中国队 对方的刚才讲 要注意就是说 不要太多的去 盲目的 或者去 没有自己位置不好的 平方向 尽量不要去闪攻 因为你的进攻呢 可以说这一方 因为防守比较好呢 不太过盲目呢 往往会给自己 带来比较大的 这个 漏洞 现在东部队13比5 领先 这个球 其实高龄回球的目的 意识都 非常的清楚 除了挡网 那么抽挡 这个反击 就是非常的 反击的意识 就是非常明确 这边是13比5 中国队第二发球 跳起来 好的 跳起来 好的 搬起来 张军 利用自己刚才抢网 而且可以说 做了一个球 还是相当不错的 对方跳球 出现了这个半场 张军呢 是抓住这个黄金机会 给对手致目一击 现在是14比5 中国队呢 已经是迎来几点 英零队接发球 靠网 那么是一个抖网球 现在我们看到 很慢镜头 高龄是想去铺这个球 因为球铺那网 本身就很难接 很难处理了 对对对 这球应该说高龄的反应 和意识很快的 这方面还相当不错 对对方一发 出 相信目前五比十四 对方呢 很近 就是说打得比较随便 那么能拿分就拿分 不能拿分也是正常 因为要想追上去 不容易 现在中国队 夺回了发球权 14比5 勇士是针 후 看看人 Einstein savvy 宇 Cost 达王 好车 少妙 好锐 好球 Oregon 好球 还好球 啦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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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完 是中比五胜了第二局 这样呢 双方在前面的两局比赛 已经占成了1比1 这场总和双打的比赛呢 要稍稍休一下 等一会儿呢 将进行决胜局的比赛 那么现在呢 中国同一幕立下的这场 总和同比赛的决赛呢 是刚刚开始 而且双方呢 在第一盘的前两局里边 也占成平手 运动员们将要稍稍的休息一会儿 我们呢也先请大家放松一下 稍后再回来继续向大家来直播 在手机体育馆进行的 苏丽曼杯混合团体锦标赛的 最后的决赛 苏丽曼杯的混合团体锦标赛的 中国同一轮下的这场决赛 现在呢 第一盘的混合双打比赛 进入了决胜局 在前篇的比赛里面 双方是赞成5-1 现在呢 双方决胜比赛 刚开始 比分的是0-0 双方第一局呢 是张军和高龄 12-15 失利 第二季 翻回 那么刚才可以说这场比赛 是经过踏步军间一个小时 那么双方运动员肯定是消耗比较大 那么我想张军可能在这几个里面 是消耗最大的一位运动员 那么刚才在1-1 过后 那么双方在教练员的指导下 那么看看第三局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来克制对方 可以说 这局下里面的反应是最平坏 但是呢 在回球的时候呢 球高高的拉起来 现阶段 不管是双打 很双还是单打 那么场上的速度呢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的速度太慢 那么对对方 这局是高灵在往前 看个这么着 并且漂亮的封网 直线进攻 打着这个 一下里面手的触碰机房 中文队夺回来发球拳 现在中文队的第二局是零比落后 危险 当今还是要加强防守 一方面防守的变化 一方面就是减少防守的一些失误 这个球会杀得非常高 我想印尼队的这位选手 他想让 结果又碰到自己的肩膀 这球实际上当今杀球也是打一个追身 这球如果对方就是说他如果准备充分的话 抽的话 那回来球应该比较有危险 可是因为他是准备下下 所以当今的球很高的时候 他就有点凑守 有时候我们会叫这种叫战斧刹球 因为一般上刹几的要求就是要落得要比较深 就尖一点的 那他这样的球会比较高 就是要一种战斧 因为对方注意力都在下面 突然一个高球可能他就这个球就很难接了 这球拉得非常到位 这球可以看到这个高龄的功夫 基本都非常加势 对方到往前以后的啪的一个 高远球拉到对方底线前面一点 这也是一种变化 一般来说刚才我们看到大家都是 在后场都是吊球杀球一些过渡 那么刚才高龄拉球呢 就是打了对方的一些判断 有点勉强 这球拱网了 然后呢 以下的一个反击 也是很好的机会 接着以下的一个男性队员 诺瓦反弹在扑 这球没有能够压住 看一下慢镜头 当今这个球可以说是觉得非常被动 而且质量比较 比较差 没想到印尼队的这位 维迪安错呢 在反弹扑球的时候呢 当然我想说是跑过的位置 对 没有到位 所以他就想进出 然后这球就没有打球 这实际上呢 就是 双方啊 就是 都是 比错对错 而且歪打这么着 对方呢 反而是这种球啊 没有充分准备 没有充分准备 回球失误 啊 女运轮员这个进攻也非常凌厉 所以说明这个 运轮一下这个女拳手 纳西尔啊 她的体能非常的充分 我在想张军他现在 也是希望 这个高龄 尽量能够挡我 对 反正让球能够往上起 对 让球能够往上起 现在对方 得了一分二比四 所以我们也看到 虽然三军跟高龄 是一对老大仗 那么他们在场上 还是时常在互相的提醒 这球我们看到 运轮一下那男运轮员 紧身这个做了一个 重复的动作 因为对方的发球质量不高啊 被张军判断出来了 直接啊 把球杀死 与毛球比赛 特别双打 有一条后限制发球线 实际上对于 发球运来讲 难度比单打要大很多 张军 那么还是 还有一个 就说他在扩展 杀球的时候 那么他的跟进 我觉得还是欠缺一点 但是他跟进的太慢 就往往他的第二拍 甚至就是第三拍 那么会显得比较 失去了这个最好的时机 看起来 都防起来 但是呢 应该说都是在对方的这个防守区域 所以对方仍然是连续的给进攻击中的保护压力 现在双方的是一种相持阶段 你选手到了后场 瞧起来 他也会说 因为压力男一年处理的非常好 他也会说 虽然不是角度很刁那种勾对角 但是带有这种高压的进步 球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直接打到了 这种高龄的正手的进步 那么到目前 双方英明在第一章就就比较 消耗速度比较大 那高龄的脸已经有一些 发红 他们在背景 所以就因为要消耗 比较大的转件 这样 从年龄上来看 英勇军下队还是有他们的优势 他们这队组合年轻 而高龄是26 张军是28 伤病年 相得多一些 这个高龄今天还有一个女子双挡 对 他要坚相 也就是黎明他坚相 所以今天高龄是打一投一百费 如果双方还有进步他比赛的话 他在今天比赛里面 还会和黄队一起合作 打女的双 大家好 男嘉将军 这一拍杀球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杀球不在于中 之前我们讲的 要一个注意落点 还要注意个时机 有时候对方站得稳稳的 让你拼命去抢攻 我想这个 这个可以适合起义法 所以我会趁对方 不知以后 单位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感觉都比较有效果 很可惜 对对对对对 对方可以说已经 完全就是上当受骗 那么可是这时候是出现了这个界外 实际上我们介绍了在这个羽毛球比赛里面这个双打呢 呃 接发球区他比单打要小 对 他因为有着发球线 嗯 所以实际上现在呢 在这个发球的环节上啊 还是处理不好 呃 这是被 印度尼西亚的南印度员 诺瓦呢 直接判断出来 接发球就是一块抢攻 进攻的时速是273公里 我们这个 你看这个 在我们的第二通道来 还是 那么只要 只要中国队在防守方面能够 所以说规定要要求很高 那个球能够 顺利的能够反击过去 那么我想说这场球还是非常有 有那个胜的这个把握 好球 这球 可以打得很普通 高林的走断呢 是122点 再次看到高林在 往前 就是前半场 就是连贯的意识 因为他 挡了一个直线 那么他就已经防到对方 会 有可能会打对角 所以当判断到对方 就得到对角的时候 很快的就做出了这个 出碗 这个选择 就这么没讲 的 是 蝉蝇 也 是 等等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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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队呢 在和对方4比4的比分 打了早一阵了以后 终于是重新打破了僵局 得了一分5比4 加起来 加起来 现在女拳手在后场 双方对了攻守 那么这球来回 打了有二十来个球 对方看到他怕点资讯失误 最后还是看到张军正手的 掉了呢 从顶直线球上达直线 那么这一台 这个球的排出还是相当 可以说来回相当多 这球啊也可以看到这个双方的 防守质量都很高 而且打的都很耐心 对如果能够这样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 我想中国队还是非常有优势 因为如果一位的 只是自己想去强攻的话 我想呢 这个难度会比较大一点 加坏最大 那么就是说 如果你的防守能够走得对对方 而且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 还是处理也非常好 这种情况下 大家互相都有这个攻守 那么如果寻找好的机会 像刚才张军通过自己 就让对方 再起了一个半场球的情况下 那么再重复地利用自己这个 刺激的重量 领先三分 那么刚才现在我们也看到主裁判 在提醒印尼队的维迪安托 因为他刚才又讲 要踢那个节 这个是一种不太礼貌 实际上这个诺瓦 维迪安托呢 刚才这也是一种心态的反应 他现在可能 心里面还是 有些急躁 另外 可能是觉得这个球啊 打的现在呢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来制服中队的选手 这么另外方面 我也感觉到他也比较累 因为看他去走路 另外看他在场上的一些移动 那么就是说 就是像呃 刚才像第一局那样充沛 再一个呢 就是他在跑动上 尤其像接吊 那么他的步伐呢 可能就是他的重心呢 不能完全下去 所以我想东方队应该 是否能够利用 就是能够让他多跑动一下 不要让他太舒服的站那个地方防守 就是尽量和对方打多拍 对 把这球拉起来 也要让对方能够调动他 尤其能够调动他 到往前来接吊去 嗯 刚才印尼下这个南印的人啊 诺瓦维迪安托也是摇紧牙关 连续中杀三拍 而且都是直线 现在印尼下的是夺回发周旋 他们在决筹局里边呢 还落后更多的三分 现在是一比七 夺回发周旋 那么双方连续迪安 利用一下插汗 插手和一些休息和一些调整 我们说了这个中国同印尼下两队的 这场混合团体赛的最后决赛啊 可以说第一盘的混双成为关键 而且对于印尼下来讲 要想在决赛里面战胜中国 那么前提必须首先拿下这盘混双 将军在向后退当中 动手攻球球下了 所以这个球就是显得比较勉强 就算这个球你杀过去了 但如果对方回过来怎么办 对这一点我就说欠缺一个下雨拍的考虑 那么张军可能想我这一块就直接把你杀死 当然你这个是最好 那如果对方不死的话 那你肯定就要做下雨拍的这个打算 大家看这个球高龄呢 他脑子很清楚啊判断的非常好 突然把拍收回 因为对方杀的球非常短 按照羽毛球的这个规则 可以定球呢 发球一方必须把球发过 对方一条最发球线 就是第一走二线 那中部队呢 又都会了发球钱 第三局那么7比5 可惜这个球虽然质量过去是不是特别好 可是对方过来的球呢 应该还是可以去接得到的 对没有速度 高龄在前面呢没有去封 而张军在后面呢又反应不及 这球正好打的 张军呢是以为他疯了 对 因为高龄觉得这个球他接比较难 应该是后边的队员 他比较难 他去让给这一方 不过严格说这个球实际上应该是高龄的管辖区 高龄如果打点接当然比较好 可是他觉得他接的时候 因为他蹲在那边 他觉得这个接他过去实在上没有这个信息 所以他让给这个张军 好现在中国队呢又得一分8比5领先 在军胜局里面是交换场地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分一叉 有于他呢在女死项目当中呢 特别是女单和女双持续相对较热 所以呢就寄希望于在全部 有男一女参加的项目里面能够盘盘取胜 这样呢才能够以3比2的比分 战胜中国队 而中国呢在女单女双方面来讲 具有我们公式 男单呢中国的林单 世界排名第一 将要和这个加点奥运会 金牌得主陶贝克最棒 而在男双里面中国现在呢 一对啊福海峰和蔡运呢 应该说 进步很快 但他们今天面对的是前十几军 陈甲亮 可惜结束 这个球就有点可以说 双方都有出现了一些误差 尤其像印尼队这个误差偏差的就比较大 因为这种球很明显 就应该是简单的就是戒指的 所以两个人在配合上面 我觉得还是欠缺 好的 这个球 机会 可以说非常好 这球其实力量不是很大 对 但是主要原因 因为将军这个点 他不是特别好 所以他轻轻利用一些手腕的这个发力 像这个球实际上不是最好的击球点 但张军的技巧上注意了不发力 控制一下落点 反而效果非常好 这球如果你发力可能会 有时候可能会下网 出界 对 会造成一些失误 现在中国队 是五分的优势领先 就是说 应能一下队 现在是 有个发球权 那一年都要发球 好球 好球 高龄这个回放非常果断 虽然我们看到 印尼队的这位女选手就站在往前 他通过自己高质量的这个回放 对方实际上已经是重心丢了 以为高龄要勾个对角 重心在正手 突然这球又回他的反手 对 结果再一回回那个大高球 所以高龄还可以说是 易高人胆大 比赛实际上呢 在比较小的平时 动波的实际上是要比定心理 斗志斗力 好球 机会 那么可以说现在张军 呃 士气非常旺 从他刚才两个出击来说 就说 尤其像这个头顶 那么角度是比较大的 那么他完全是靠这个 角度的这个力量 就是侧身就跳过这些出击 10比6 高龄的花球 对方的球看得不错 还是防守 那么这个球很明显 就是防守属于一个比较应付的一个局面 就是说球防的没有完全到位 对对对对方公益的时候这球呢 如果防防到对方接球很难受 比如像拉到底线去 对对对对 你这个球刚才如果拉到底线 对方回过来去 你你当然也比较容易守 对 那半场可以说就属于一种应付的 能够打过去就算不错了 对对这种感觉 那么现在 但是实际上刚才造成这个 半球高龄回球比较被动 质量不高的原因 也在于对方这个 呃这几个球虽然是往前 但是呢速度非常快 一直保持着压力 哎呀 哎呀 可惜 啊我们刚才看这号 单军也做了一个手势 然后他的手势就是还差差这么一点 确实这个球是差这么一点 差这么一点高度 嗯 这个球比在呃 林中央里的情况 中间的高度是 1米524 这是一个机会球 但是韩国男选手在 脚步移动到位的时候呢 反手支出没有在最高点 球已经下落了 嗯 我们刚才看到镜呃 镜头画面的那些印尼队的 教练 这些 而光雅也觉得这个球 会得到这个可惜 嗯 确实今天 这位印尼的选手 那么在 往前已经出现了两三次 像这样的这个 非常 呃 有威胁 就是因为很容易一些球 出现了一些失误 对 一般来说对专业运动来 专业运动员来说 在往前 像这个往前铺球 或者往前一些半场球 应该是 十拿九稳的点球 现在我们注意到啊 这个在中国队 采取一些弱点的变化 节奏比较快的平球的时候呢 韩国运动员反而 这个一名下领选手 一名下领选手 反而会出现一些 比较明显的失误 对 有点连续性的 对实际上也 应该说现在我想 张军东也一定 也想到这一点 所以又说 中杀的话 一类的去拼 效果呢 未必好 现在呢 你也和对方 逗一逗心仰 也靠着弱点 和节奏的变化 来控制对方 即便是杀不死对方 对方不就只让一刹 那么给我们进攻 就创作了先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英零队的失误呢 也说明了 在体力方面有所下降 一般来说 体力下降 他的反应跟他们都会慢 所以这样 他的出手跟他们 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这实际上 对于中杨人来讲 应该抓住对方 这个现在的 低潮期啊 赶紧扩大比分 是的 那么我们看到张军 可能对这个球呢 觉得有点 我们看一下 这个球呢 这球是打在了底线外延 从球放慢动的来看这个球 应该说是 再看一下 应该就是说 可判可不判 对对对看你 如果我觉得如果判判界外 应该也是可以接受 对 但如果你判界内 我也能够 就是可以理解 因为这种插的 可以说是好像一个头发 对对对对 你要用肉眼 要表达的准确的 我想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 除了主护材 那么是 应该属于就是跟两个国家 没有 或跟印尼或者跟中国两个国家 没有 没有预好坚固的 好 我们看到今天 来了一半公民羽毛球爱好者 现在是群群激昂 在为中国羽毛球队加油 那么在羽毛球比赛里面 通常像这样决赛 有些大的比赛 关重要的比赛的时候 主护权呢 肯定是不可以是 参赛运动员的国家 就第三国了 对对对 一定要跟这两个国家 没有关系 你选手 在后场回球当中 他的球比有过 那么这位印尼的 维迪安托呢 今天在前半场可以说 送给中国的很多分数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做一个男选手 那么你应该在场上 尤其在这个前半场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 连续三拍给女运动员 反击 好的 好的 这是高龄明显有一个假动作 上去好像都要扑了 对对对 显然这球 对方以为要扑到后上去 他就突然呢 大家看接触球队一刹那 这分性掌握得非常好 这个我们也从画面看到 就是说高龄把拍子举起来 这很明显就是我可以扑 那么对方就 就准备高龄扑了 那么高龄就做出了一个挡网的手 他也挡了这个落点 这球应该对 呃 两个人都非常大的一个振动 嗯 好球 好球 张军防守显得很从容 对方联系进攻 这球在反开 张军反开在准备回对方底线的 左侧大角 这个球呢 出界了 这球可以说他 目的还是非常好 所以很可惜是出界了一点 在中国队这个连续拿了三分以后 十三比七 那印尼一下子还是抓住了机会 并且呢及时的又夺回了八球权 现在是七比十三 那么作为中国队 目前就应该组组印尼队的得分 好球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主要式 左侧临 出现了其大的消耗 脚会移动 看得上都出现了些失误 这球推的不错 8比十三 机会 好球 成功的主篮的对方的得分 虽然有拿了一分 但是目前还对中国队非常有利 当然有五分的优势领先 而且现在终于夺回了八球权 双大比赛要两次发球 只要再拿一分 应该是心理上就已经基本上击滑 跳起来 好球 好的 可以说高林是抓住对方的球路了 因为他接完这个球很快就移动 对方其实还没有出手 这样中国队是迎来了赛点 刚方决赏局 中国队现在是14比8 这时候要心情要绕着 都沉了都屁 既然还需要最后的一分 对对 要 非常耐心 不能乱 不能急于求衡 对 对方的鲜哈球看得很不错 现在场上的观众 我想心情是可以理解 就是说又很兴奋 可是现在因为还有一分 也又很担心 非常可惜 然后我们也看到高林呢 就是说 自己也觉得这个球 虽然我们看笑 但我想他们也会觉得这个球 非常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两个发球 那么都出现了失误 当然我们讲归讲 那么其实现在最重要 就是还是要阻拦对方的得分 对 所以比分越接近 卡他的气氛就会越不一样 对 曾经的进攻 到里面攻网 有点勉强 对 要跟他后场 地理队的防守确实还是相当不错 对 掉了 我们下点防守也很好 我们看到两个队 就打得都不错 那么其实还是对 要用一些 落点的变化 对 后场和前场 从长短结合 来调动对方 这一排相当多的来回 对 打了三十几个来回 对 对 好球 好球 漂亮 非常精彩的 变化 打得一公斤下的男女 也把太多扔出去了 这个球 我觉得最重要 双方 在多拍过后 那么 高龄 其实在防守当中 也充分体现出 就是说 他的防守的能力 再一个呢 最后的这个球的变化 可以说是 恰到好处 他自己确实是 在很被动的情况下 那么打了对方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碰壮 那么我们也看到 全场的观众 就为这个精彩的表现 可以说是站起来 在为他们加油 表示这个 对他们的鼓励 这个球啊 至少打了四十个来回 对 在场上这个 双方的体能消耗都很大 这就是关键时刻 就看谁能够咬紧牙关 而且我们看到 高龄他 好就好在 在这种体能消耗很大 已经是 也是处在这种 拉剧战当中 非常被动的情况下 他脑子很清楚 看到对方呢 在前场的右侧 是一个大空档 对 把球呢 恰到好说 打到对方的空白点 现在对方第二发球 但是出来 公主一下呢 现在很紧张 第二发球 收入了这样中部队呢 又成功的阻止了 对方这个 发球轮的得分 再一个呢 刚才其实那个 因为再一个 就是刚才 多拍以后 其实是一种 刺气 对 因为多拍以后 其实那次 真很伤气的 你又赢了 那个刺激会越来越稳 对 所以刚才我们也看到 就是印尼队的 这发球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那么形势可以说 对中国队是非常有利 好球 好的 高林最后 以巧克坚筋 一手他们假装作 迷惑对方 谁对方判断上 突然是 以为要发往前的 转球 进往转球 在突然呢 发一个破底 除了是 到了对方 发球队的后方 这样呢 张宁 以一个巧 而拿下了最后一分 以十比八 中国运务员 张宁和高林 拿下了决定局 从而呢 以准分2比1 取得了这一盘 准合双打的胜利 中国队 在这场准分 双打的队击当中 打下了保持了第一分 从而在这场 战队否则团体 主要在的最后决赛里面 先发头筹 大分中国队 一比一领先 那么人都说 张宁跟高林 是一队 福将 那么今天 那么再次想说 他们 确实是福将 不过我想 除了福之外 他们还是 有实力的 是用他们自己 真正的实力 来压倒的对方 来战胜的对方 大家看 总教练 李永波和 混创教练 陈兴东 都是显在 河外的兴奋 中队已经 于愿拿下了 保持第一分 好 现在呢 是时间休息 稍后将进行 南端比赛 我们请观众朋友们 稍微放松一下